太平洋战争三部曲二 起飞 柏林的指令 作者 左左目让 译者 张文颖 第三部 九 安腾在塔尔沙漠西部卡玛尼普尔小镇郊区的飞机场着陆的时候 恰好下午一点钟 正是吉姆 帕维斯和酒店服务员交谈的时候 安腾将飞机停到机库前 眺望了一下周围 机库敞着大门 里面空空如也 停机场停着荣克斯的单发输送机和年代略微久远的美国造双一击 充满兵营气息的房子 沙带 监视塔 以及带刺的铁丝栅栏 飞机场整体的气氛明显一副军事基地的模样 像飞机这边跑过来的十来个男子 从举止来看 很明显也是受过训练的 关了发动机走出机舱 脚底还是晃晃悠悠的 安腾不禁已在了飞机边上 可能是待在狭窄的机箱里 太长时间保持高度紧张的缘故吧 疲劳程度比昨天更甚 躺在红褐色坚硬的土地上伸伸腰 全身被炙热又干燥的阳光包围着 这里和法属印度之那 以及东孟加拉的湿热天气完全不同 安腾于是松了松围巾 啊 眼怎么这么花 前夜从飞机上下来 站到安腾旁边 哎 估计是肚子饿了 包着头巾满脸胡子的一个男子走了过来 一身军服装扮 胸前戴着橙色的领结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基地的司令官 我是卡麦勒 星格大佐 男子报上了自己的姓名 安腾报以军礼 然而卡麦勒 星格只是轻声回到 先把飞机收进机库里 寒暄的话之后再说 地上的这些工作人员 已经绕到了机翼后面 其中一个坐到了驾驶席上 看起来都很熟悉飞机的操作 得到大佐的示意 这些工作人员 灵活地收起安腾的飞机 并放进了机库里 接着 又把前的飞机 也收进了机库中 这机库空间非常大 平时 估计是用来哥戎克斯的 飞机的正前方 挂了幅橙色的帘子 即便是敞着大门 从远处看 由于强光照射的缘故 里面看起来 也只是空空如也 两架战斗机 从外面是完全看不到的 在机库一旁的日英处 安腾河前 重新向大佐置以军礼 我是日本海军大卫 安腾 想到对方是军人并不同于达斯他们 抱上自己的级别比较好 这是前一空槽 卡麦勒 星格大佐应道 听说了 卡玛尼普尔藩国军欢迎你们 谢谢您 接下来还得请您帮忙准备场地和燃料 到时候 前一空槽会去 那先吃午饭吧 后面的食堂里 已经准备好了 前游日语比划着说 想先用一下洗手间 大佐看了前的动作 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营房的后面有厕所 先进营房吧 安腾河前 来到空旷的营房食堂 吃了午饭 连续七小时的飞行 只能凑合吃点干面包 喝点水 索菲亚并没有给他们准备午饭 当时没意识到 有多远要飞多久 所以也没办法让他去准备 两人都埋头吃饭 直到饿劲缓了下来 吃完饭喝凉茶的时候 卡麦勒 辛格大佐来到了食堂 跟他们两位说 中午的时候 英军的侦察机 从这个基地的上空飞过 这很少见 飞行的时候 没有遇到吗 没遇到过 安腾回想了一下 今天的飞行回答道 到这之前的一个小时 看到了有六架战斗机组成的飞机编队 在哪儿 路过一个叫科塔的小镇的南部时 碰面了吗 没有 当时我们的飞机高度在四千 他们的飞机高度在三千多一点吧 我们很快就回避到更上空去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 看到他们是什么机型了吗 双翼机 格洛斯特决斗士 今天 英国空军很活跃啊 平常并没有这么活跃吗 像侦察机来我方上空什么的 只有两年前 我军购买荣克斯输送机的时候 仅此一次 是不是泄露了情报 安腾心想 是计划本身从高层泄露了出去 还是英军从今天起飞的东孟加拉线路中 知道了什么 如果英军抓住了计划的梗概 可就麻烦了 那就是说 他们早预料到 日本军机会飞来这个飞机场 还是说 只是从一些不完整的情报推断 有不明国籍的飞机 对其造成了领空的侵犯 而采取的一般性警戒呢 只看那个决斗式飞机编队 并不能就确定 他们已经掌握了我方的飞行路线和时刻 安腾问道 今天我们来这儿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 大佐回答 在我今天早上 告诉负责装备的士兵 会有客人来到之前 知道这件事的 只有殿下和我 即便是负责装备的士兵 也是到飞机着陆那一刻 才知道 是日本的飞机 就连我也是那时才知道 来的是战斗机 情报有没有可能 是在告诉负责装备的士兵之后 泄露出去 被英军知道的 他们可是连来的是外国飞机都不知道 而且大佐保证到 士兵们都是拉贾斯坦帮的爱国青年 都恨死了英国 绝对不会有人出卖情报的 安腾又问 这基地没有欧美人吗 有一个 大佐回答 有个美国驾驶员 受雇于王公的古双一级 那个男的知道我们的事吗 不知道 昨天就请假了 去了德里 和我们的合约 马上就到期了 正在找下一份工作 两三天之内 应该回不来 那么说 我们可以把英国侦察机的事 当成偶然事件了 至少我觉得 情报不是从我们基地泄露出去的 只是可以确定 最近英军对于方国王军的存在 很是厌恶 从国际形势来看 英军可能开始绷紧神经了吧 为什么厌恶方国王军呢 大佐挺了挺胸 说道 如果印度独立战争爆发 我军一定会作为独立军的先头部队 这一点是众望所归 殿下平时也这么说 英国估计真的开始担心起来了 看来这种不安 要渐渐地从无形转为有形了 心中的不畅越发明显 昨天还跟钱说起 现在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也无怪乎 英军把各个地方都纳入严密戒备状态 但是 安藤接着问 我们要对英军攻击 加强警戒吗 大佐摇了摇头 英军虽然使藩王国军陷入困境 但还不至于到交战状态 英军还不会向我们开火 只是 贵国与德国结盟 事实上已经成了英国的敌对国 因此也保证不了 他们会容许这里出现日本飞机 所以不能让别人看到 这有飞机 有没有做好这个基地 万一受到袭击的准备 很遗憾 我们还没有对空机枪和高射炮 对空作战能力很差 几乎是毫无招架之力吧 地面上的防备做得怎么样 这基地是建在沙漠里 能提前两天遇见陆军的袭击 保证方圆三百公里内 不会有英军的存在 前站了起来 中队长 我去看看飞机 飞机飞的时候 好像有点异常的声音 我估计是气化器的问题 我去把它搞定 大左右道 晚饭七点钟开始 在小镇的宫殿里 到时候 殿下也会出席 已经走到出口的前回过头 来问安藤 这个基地 有高一式飞机吗 你帮我问问大佐 问这个做什么 安藤反问 有一架 已经来了 准备着陆的单发动机飞机 安藤和大佐 已经走到了食堂的人口 顺着人站在里边的前手指的方向望去 确实有一架飞机 正朝基地上空飞来 能感到发动机的声音 微微地震动着大气 那是 安藤问大佐 那是英军飞机 卡麦勒 辛格大佐 举着双筒望远镜回答 好像就是白天来的侦察机 英国侦察机 一天飞来两次 三王国建国以来还是首次 过去一千年都没有过 要是这样的话 那说明不是偶然了 但是好像对方也没掌握非常精确的情报 只是逐个侦察这片区域的飞机场 为什么 如果有准确情报 他们一定会一开始就把战斗机击落 前说 那飞机不是来赛德马克尔吗 看来 我们很快把飞机收进机库里 很正确 安藤说 卡麦勒 辛格大佐 一开双筒望远镜说道 这个基地 看来很有必要做好防空作战的准备 得和殿下商量一下 噪音越来越大 飞机紧随其后 侦察机穿过基地正上方两千米附近的上空 并没有盘旋 也没有下降 只是原样消失在了西边的天空里